绿豆面倒进开水里搅一搅 出锅实在太香了 下面看一下怎样做 大家好,我是小五 咱们所需要的食材有香菜、面粉、绿豆面 接着咱们锅里加上水 直接给它烧开 把绿豆面分次慢慢的倒进去 把它搅拌匀 把绿豆面搅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直接取出来给它揉成面团 绿豆面团做好之后 咱们把白面倒进去 加入酵母 少量的白糖 把香菜切得碎一点 直接倒到面粉里面 加水 把它和成面团 和好的白面和绿豆面混合在一起 揉面的时候多揉一下 让它两块面粉充分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的面团 咱们直接包起来 饧发半个小时 饧好的面团 咱们直接放到案板上 给它揉一下 主要是把里面的气给它排掉 搓成长条 咱们直接下出咱们需要大小的剂子 然后直接揉成一个圆形 咱们把它按扁就可以了 做好的饼稍微弄点造型出来 这样会比较好看 做好的饼咱们不用发酵 直接放到蒸锅里面用冷水 蒸20分钟即可 饼蒸好之后 咱们锅里加上油给它烧热 咱们把面饼放进去煎一下 咱们把饼煎至两面微微上色 就好了 直接一面煎好之后 翻面稍微煎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煎好的面饼 咱们直接取出来放到盘子里面 面饼做好之后 咱们配点酱肉吃 特别的香 比划这样吃的朋友 赶紧学起来做给家人吃吧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约 记得关注分享哦